好,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纸心和行星的概念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物理当中我们给出的两个纸点的情形 那么对于两个纸点,如果我们已知它们的质量 M1,M2,已知它们的坐标X1,X2 当然这个都是在竖轴上了 那么这两个纸点组,我们把它看了一个整体 它的纸心呢,坐标我们继承X1 那么分子就是它们对应的这个位置X1,乘以它的质量 X1,M1,加上X2,M2 分母呢,就是它们质量的核 这是两个纸点的情形 如果我们把它推广到N个纸点,也是类似的 比如说我们假设在这样一个空间直角标系当中 注意,刚才是一维的,现在我们给它推广到三维 有N个纸点,它们的质量呢,分别计为MI 它们的坐标呢,分别计为XI,YI和ZI 好,现在这N个纸点我们看着一个整体 它们的坐标呢,我们分别表示为XI,YI和T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计算公式 有两个纸点的情形,我们很容易想 那么对应到这个N个纸点 分子的话,因为你是X1,M1,X2,M2 那么N个纸点呢,就一直加去加到XN,MN 分母呢,那就是N个纸点的质量核 所以可塞呢,就等于XI,MI 比上XI,MI 然后YI它的话,就是把这里对应的这个X换成Y 而TAU呢,就是把这里的X换成Z 这是我们说N个纸点的情况 如果我们进一步的推广 我们考虑,比如说一条线 一个曲面,一个空间体 那么怎么去计算它的纸心 我们知道黎曼积分 它的物理意义表示的就是质量 所以这个分母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直接可以表示成这样一个黎曼积分就可以了 而分子因为需要乘以X,需要乘以Y,需要乘以Z 所以呢,我们也就是类似的 按照位元法的这种方式 我们分别给它乘以X乘以Y乘以Z 把它表示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一个几何形体的纸心 我们设ω是一个有限的几何体 这里呢,它可以包含线、面、体三种情形 μ呢,是密度函数 好,这个纸心的坐标 我们和刚才一样,试成可塞叶的和套 有的数上呢,也把它称为重心 那么这个公式呢,和刚才是类似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先看这个分母 分母的话,μ乘以Dω,我们知道 这个表示就是微元的质量 如果你是线的话,那么μ就表示线密度 如果是空间体的话,就是表示体密度 这个一乘就是微元的质量 一积分就是整个的质量 而分子呢,只是比它多了一个 它的对应的坐标 就是乘一个X 类似的YETA也是这样 把X换成Y TAU呢,就是把X换成Z 这样的话,我们实际上就给出了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呢,是我们需要记住的 这里呢,实际上因为我们写的是一个通用的式子 那么它可以表示四种形式 可以是二重积分,三重积分,一星曲线,一星曲面 根据我们这个几何体的不同 我们代入不同的积分 好,除了这个纸心的概念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形心的概念 形心什么意思呢 顾名思义 那就是形状的中心 形状的中心那就和质量没有关系了 所以呢,我们要求这个ω是同种材质组成的 μ呢,这时候变成了一个常数 变成一个常数,它就可以约掉了 那这样的话,指心就和这个密度无关 只与形状有关 所以我们称为形形 那么公式呢,其实也很容易 你只要把这个μ去掉以后 那么分母其实就变成这个ω这个值 那么当你这个ω是线的时候 就表示线的长度 如果是面就是面积,体就是体积 那么yeta也是类似 把它换成y就可以了 ta呢,就是把对应的换成z 我们看行星计算起来要远远比指心要简单 接下来呢,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怎么去计算指心或者是计算行星 它们都是类似的 注意的,我们就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这里面包含四种类型 就是二重,三重,一行曲线,一行曲面都可以有这个公式 那么具体呢,就看你给的这个积分区域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给的这个积分区域 我们一看是一个平面区域 平面区域,当然肯定就是二重积分了 我们首先画一下这个图 首先呢,x方加y方等于1,这是单位圆 我们先把它画出来 然后x方加y方如果等于x的话 那么这个呢,整理一下 它是以二分之一零为心 以二分之一为半径的一个圆 我们也把它画出来 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求的一个是 这个小一等于1,这个大一等于 那也就是介于这两个圆之间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这个蓝色的区域 要求蓝色区域的行星 那行星就是形状的中心 说明它是均匀的 均匀的话,那好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坐标呢,先射出来 那这里呢,只有 因为它是二维的,只有两个了 然后就射成可塞一等 没有这个套 注意到,上下是完全对称的 所以我们很容易得到 yeta就是零了 那你就只需要算这个可塞就可以了 可塞呢,直接套公式 套公式好,二同积分 上面呢是x,dxy 下面就是d,d表示它的面积 这个比较好算 d的分母比较好算 就是用大的 这个面积简介 小的面积 就是阴影部分的面积 所以关键呢,主要就是算 分子 分子是一个二统积分 我们说也是不难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积分区域 这整个这个积分区域呢 因为它是带圆边界 所以我们考虑用极座标 极座标的话呢好 那么整个转了一圈了 所以是可以表示成为0到2π 然后再看一下 那么它的半径 半径我们引射线的话 从这引射线 那么有两个焦点 从这引射线是一个焦点 所以呢 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积分区域 分成两部分 那么我们现在画的这个阴影部分呢 计成第一 那剩下的这两块 合起来就是第二了 我们来分别看一下 那么对于第二这个区域 那它是从-2π到2π 这是θ的范围 因为它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想把它一起看的话 所以就取-2π到2π了 当然你也可以取成 先取这一部分0到2π 然后再取这一部分 单独算也可以 我们现在合在一起 然后来看一下 它对应的r的范围 我们引射设计键有两个焦点 那么这个大的就不用算了 那就是单元等于1了 这个小的我们需要去计算一下 由x方加y方等于x 那我们可以得到r方就等于r成为cosθ 实际上从这里边就解出来 这个r的值就等于cosθ了 所以实际上r的范围就是cosθ到1 那这样的话我们把它表示出来 就cosθ到1 好 背景函数是x x是r乘以cosθ 再补一个r 所以是二方 好 这部分就表示出来了 第一这个区域 那我们就可以取成 2分之π到2分之3π 半径呢就是0到1了 背景函数是一样 这两个类似积分的计算呢 我们在这里就不去算了 大家可以自己刻下演算一下 那么它算出来 结果呢是负的8分之π 然后呢 我们再算一下这个分母 分母我们刚才说了 用大的面积减小的面积就是π减去四分之π 那么等于四分之三π 好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cos 就等于 它们的比值 那就等于负的六分之一 所以行星的坐标就是负六分之一 这样的话我们就给出了这个 这道题目的解答